男人偶然间得到一个摩托头盔 接下来在浴室里挽起了角色扮演 他无意间按到了手套上的按摩 身体瞬间被缩小几十倍 这时好友走了进来 打开了水龙头 让他差点淹死在自家浴缸里 他顺着地缝不断下落 穿透天花板 掉到了唱片机上 接着又被一万个人踩 可偏偏就被他灵活躲了过去 但蚁人的冒险还没有结束 从管道掉出来后 他又受到了吸尘器的威胁 最后他破窗而出 掉在了车顶上 恢复了原样 这时头盔里又传来一阵声音对他说 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清洗 衣服你先留着 我找机会再联系你 男主斯科特本 是个靠行片谋生的职业小偷 最后因此入狱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人 在妇联四却成为了拯救人类的关键 斯科特出狱后 决定金盆洗手 做一个脚踏实地 为家庭打拼的好男人 他不仅是职业小偷 还是为电器工程硕士生 因此找个工作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于是他来到了一家冰淇淋店打工 结果老板发现了他的犯罪前科 毫不留情地将他开除 回到好友的公寓后 斯科特发现家里多了两个人 原来都是职业小偷 并且打算邀斯科特再干一票 但斯科特刚从监狱出来 表示坚决不约 他要为自己的女儿树立一个好榜样 然而现实还是将他连打肿了 在女儿的生日派对上 前妻的丈夫一见他 上来就是一顿嘲讽 前妻也看不起他 让他远离心爱的女儿 没办法 为了帮孩子弄到抚养金 斯科特决定最后再干一票 他听取了同伙的计划 目标是一个很有钱的退休老人 他家地下室有一个保险箱 于是几人挑了一个老人不在家的日子 斯科特潜入老人家 进入地下室 利用钥匙打开木门 结果后面还有个指纹锁 正当众人以为没戏了的时候 斯科特发挥了自己电器工程学知识 就地取材 利用胶带和强力胶水 从他家门把手上提取到了指纹 做成模具 打开了门锁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指纹锁后面还有一道钢门 用的还是泰坦尼克号传体那种钢材 但这种钢材不耐寒 就和让泰坦尼克号沉默的冰山一样 于是斯科特又开始了他的操作 利用液氮喷雾展示了一波现场制了 门锁结构里的水结冰开始膨胀 直接把人炸开了 终于要跟苦逼的人生说再见了 乔乔里面放了什么宝宝 哦原来是一套衣服 这是旁边一只小蚂蚁正背着摄像头 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只美洋洋被科研人员迁进试验场地 在光头难得一顿操作下 可爱的美洋洋瞬间变成了一团草莓酱 斯科特见识到蚁人战衣的可怕后 连夜将他还了回去 结果出来就被警察当场抓到 我没有负责任 我只是把我负责任 就这样 斯科特蹲进了橘子 这时战衣的主人找过来 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叫皮努博士 是第一代蚁人 也曾是神盾局的秘密特工 皮努说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你在牢里度过余生 二是你先回牢里继续蹲着 斯科特懵逼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说完皮努就先离开了 斯科特回到牢房 过了一回 地上突然出现一群黑点 他仔细一看 原来是三只蚂蚁围着什么东西 下一秒 战衣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狱警马上就要过来巡逻 蚂蚁们为他开启了倒计石 斯科特不再多想 穿上战服 等狱警转过身时 牢房里已经空无一人 狱警赶紧启动警报 斯科特穿过牢房 刚来到外面 一群蚂蚁就赶来接他了 在皮姆博士的引导下 他骑上飞椅 体验了一段刺激的飞行 飞椅落到一张报纸上 这张报纸上刊登的 正是索科维亚的新闻 在这里复仇者们刚刚战胜了奥床 过了一会他开始头晕目眩 接着就摔了下去 再次醒来时 发现眼前站着的是一个短发美女 此女正是皮姆的女儿霍普 在斯科特一系列疑问下 皮姆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并告诉他自己公司有个邪恶的光头男 名叫达伦 是皮姆博士创立公司初期收下的徒弟 年轻有为的他 很快成为了皮姆公司的管理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头发一块消失的还有他的善良 不仅将自己导师踢出了公司 还不断研究皮姆的缩小技术 研究出了一套黄蜂战衣想到坏事 皮姆则需要斯科特的偷盗技巧 和女儿霍普打好配合 从公司里偷走黄蜂战衣 并且摧毁所有的研究资料 事成之后 就让他和自己可爱的女儿团聚 斯科特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但霍普并不看好斯科特 反倒认为他会成为累赘 皮姆为了女儿的安危 并不打算让他独自去冒这个险 于是让斯科特穿上战斧 想要真正成为蚁人 他还需要进行特定的训练 为了让他熟练战衣缩大缩小效果 他们让斯科特穿过钥匙孔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对斯科特来说却并不容易 有一次他在导谷战衣上的控制器 皮姆博士见到后立刻制止了他 并告诉他如果控制器坏掉 他就会立刻进入到量子里 在那里时间和空间都将失去意义 他会无限缩小再也回不来 霍普的母亲就是这样离开的 训练期间 斯科特还要学会认识和操控各种拉 皮姆博士送给他特制飞镖 红色的能将物体缩小 蓝色的能将物体放大 最后斯科特终于学完了蚁人的必修课 并且和蚂蚁们默契度越来越高 很快他就开始了第一个任务 皮姆让他去纽约北 在斯塔克的旧仓库里偷一个信号屏蔽器 然而他没想到 这里已经变成了复联的组 两人立刻让他撤退 但斯科特却很有自信 刚一落地就被猎鹰发现了 斯科特见状恢复原状 和他打起招呼 然而猎鹰肯定不同了 斯科特眼看软了不行 于是瞬间变小 直接来硬的 一番搏斗后 他钻进猎鹰飞行背包里 破坏了电路 让猎鹰装被彻底报废了 斯科特也顺利带回了屏蔽器 接下来他召来了三个小伙伴 准备一同完成任务 蚁人战俘 是一种连钢铁侠父亲也虎视眈眈的技术 斯科特顺利成为了新一代蚁人 接下来他将正式完成他的使命 众人经过一番商讨分配好的任务 路易斯办成保安潜入皮姆公司 来到控制室调小了总水管水牙 接着斯科特缩小钻进了下水道 乘着蚂蚁组成的漂流法 一路来到了公司内 然后部署子弹 以配合路易斯达到保安 霍普来到机房装上信号屏蔽器 而皮姆博士已经随达轮来到了 黄蜂战衣面前 斯科特乘坐飞翼进入机房 让黄蚁组成编队 破坏了计算机电路 整个机房瞬间停电 随后他又坐上飞翼 指挥公椅在所有设备上装上炸弹 然后他来到铸存黄蜂战衣的装置上方 等外面的队友关闭机房网 斯科特系上安全绳跳了进去 就当他要得手时 战衣突然被转移 原来达伦早料到了皮姆的计划 他用枪对准了皮姆 斯科特剑撞 掏出三枚蓝镖甩了出去 弄破玻璃逃了出来 然后熟练使用技能 瞬间干掉了几个保安 但皮姆在僵持中不幸重担 达伦趁机拿走了黄蜂战衣 准备去楼顶乘坐直升机撤离 蚁人立刻追了出来 两个保安对着模型桌子疯狂开枪 子弹如同炮弹一般向斯科特携来 斯科特不停奔跑闪躲 最后路易斯赶来帮他放倒了保安 蚂蚁安放的炸弹即将爆炸 霍普和皮姆还被困在房间内 皮姆博士拿出坦克钥匙拳 下一秒 一辆坦克撞破墙壁掉了下来 还带着一个巨型钥匙口 此时达伦已经进入了直升机 蚁人率领飞翼大军赶来 跳上飞机一拳打爆玻璃 然后缩小钻了进去 达伦疯狂开枪 最后炸弹到即时结束 达伦看着公司在爆炸中化为灰烬 他穿上黄蜂战衣 不停发射激光攻击斯科特 完全忘了两人还在飞机上 达伦又变小和斯科特扭打在一起 战衣不断射出的激光命中了飞行员 直升机迅速下坠 两人掉进了手提箱中 手提箱从飞机上滑落掉了下去 接下来两个小人在微型世界展开了大战 最后手提箱落入影势中 斯科特落地后瞬间变大 拿起地上的乒乓球拍 把小黄蜂扇进了灭纹灯 他刚准备上去捕捕 结果被赶来的警察便运 带上了警车 而达伦也捡了一条命 这时警车频道传来的紧急情况 地点正是斯科特女儿的家 当他赶到时 黄蜂人已经挟持了女儿凯西 斯科特眼疾手快 朝他扔出一枚红镖 将他瞬间缩小 两人来到了玩具世界 斯科特率领蚂蚁大军 朝托马斯头上的黄蜂人冲去 蚂蚁不停发动攻击 最后斯科特举起金木 将他砸到了轨道上 托马斯迎面撞了上来 黄蜂人将托马斯朝一人扔去 蚂蚁蜂蜂蜂而上 但黄蜂人很快摆脱了一群 接着朝着斯科特发动猛烈射击 斯科特朝他扔去一个蓝镖 达伦闪身躲过 蓝镖落到地上砸中了蚂蚁 接着又是一发 砸到了托马斯身上 直接冲出防顶 斯科特想进入黄蜂战衣内部 结果发现没有足够的缝隙 危急时刻为了保护女儿 斯科特按下开关 直接进入了次原子状态 破坏了黄蜂战衣内部的元器件 最终摧毁了核心 让达伦随着战衣彻底消失了 而斯科特进入量子领域后 无限缩小 手里的放大按钮已经失灵 不断穿过一片荒芜的空间 但女儿的呼声让她清醒过来 她拿出最后一个蓝色飞镖 小心放入了控制器中 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 斯科特也真正成为了 女儿心中的大英雄 皮姆还为霍普量身打造了一套 一只巨大的蚂蚁坐在沙发上吃零食 吓坏了眼前的男人 这只蚂蚁是蚁人的替身 斯科特应在内战中站边美队 按照协议被软禁在家两年不能外出 否则等待她的就是牢狱之灾 但眼下皮姆博士那边 对量子领域的研究又有了新突破 于是派女儿霍普将她从家里接了出来 醒来后的斯科特 发现自己正坐在小车上 霍普告诉她不用担心 已经安排蚂蚁替身住在她家了 这样警察就检测不到她的离开 随后斯科特见到了皮姆博士 因为自己擅自离去和复仇者打架 害博士他们也受到牵连 斯科特十分内疚 所以这次来见皮姆 是有一项重大的任务落在了她身上 霍普的妈妈珍妮和皮姆博士 曾经都是神盾剧特工 分别是第一代黄蜂女和蚁人 在一次导弹拦截任务中 珍妮为了解除导弹 将自己缩小到了亚原子机 穿过厚厚的外壳进入导弹内部 最后化解危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但她却被困在了量子领域 再也无法回来 而斯科特却从量子领域平安归来 她还在睡梦中 见到了珍妮从量子领域发来的讯号 这让皮姆博士看到了希望 她修建了一个通往量子领域的隧道 但此时还缺少一个过载稳定器 于是三人走出大楼 一个按钮汽车瞬间缩小 博士打开车库 拿出另一辆放在地上 随后再次按下按钮 瞬间变大 但斯科特此时却打起了退堂 她想留在大楼等候 但博士丝毫不给她记住 提着大楼就走了 这才是真正的搬家 霍普来到交易地点 见到了一个科技贩子桑妮 准备从她手中购买稳定器 但她得知霍普的真实身份后 想要入股皮姆的量子科技实验室 霍普当然不同意 于是两人生意谈崩了 准备拿钱走 但桑妮趁人多是重 直接吞掉了霍普带来的现金 霍普先暂时撤退 回头穿上战衣就给他们上了 两三下就解决了几个楼梦 桑妮让手下带着稳定器逃走 霍普见状突进厨房 扔出炎灌挡住敌人的去 一个壮汉朝他扔出飞刀 霍普踏着飞刀给他来了个开手系列 最后强行和桑妮完成了交易 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幽灵特工 来抢夺霍普的稳定器 他不断虚化自己身体 躲避霍普的攻击 斯科特想冲过去帮忙 但皮姆叫住了他 交给他一件半成品的蚁人战衣 斯科特赶来帮助霍普 一脚踢飞了幽灵战士 两人闲聊了两句 一回头发现那人已经消失了 原来他的真正目标是实验室大门 两人赶紧跑回汽车 发现神秘人已经抢走了实验室 为了追踪实验室 皮姆找到曾经的同事比尔 想象他借用追踪设备 却无功而返 这时皮姆博士突然提到 旧版蚁人战衣身上的调节器 可以用来追踪实验室 好在斯科特并没有毁掉战衣 而是将它藏在了家里的奖杯中 可奖杯被带到了女儿的学校 于是两人又变小溜进学校 但由于斯科特的战衣是套半成品 很快调节大小的装置就发生了故障 以人的半成品战衣出现了故障 让他在学校状况连连 一会小得跟娃娃一样 一会变大的撑满整个房间 黄蜂女赶来帮他重新调节装置 但刚变回去不到十秒钟 他又变成了小学生 这下战衣彻底故障了 斯科特只好套个外套 在小学校园里跑来跑去 偷偷溜进了教师 奈何身高太矮 够不到上面的书包 一旁的黄蜂女笑不活了 帮他拿了下来 随后斯科特拿出奖杯 从底部取下旧版以人战衣 慌慌张张跑出了小学 皮姆用战衣的调节器 成功定位到了实验室的位置 封以CP立刻行动 溜进了幽灵战士的住处 找到了微缩实验室大楼 这时床上的女孩突然消失 袭击了两人 斯科特醒了过来 得知眼前这个叫艾娃的女孩 她父亲曾是皮姆的同事 因为被皮姆开出不服 独自研究起了量子领域 结果实验室出了意外 量子爆炸夺走了艾娃父母的生命 艾娃也受到辐射 变成了这种幽灵状态 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恶 因为她身体中的细胞 无时无刻不再撕裂又重组 最后年幼的艾娃被比尔收养 但神盾局里的人 却想将她训练成一个隐形特工 还特意给她打造了一件战衣 用来控制能力 艾娃无时不刻不想变回正常人 比尔便想通过量子领域 抽出霍普母亲珍妮的量子能量 修复艾娃的身体 但这一做法 也会断世拯救珍妮的最后机会 皮姆坚决不同意 于是她假装心脏病复发 骗比尔拿来自己的药盒 结果刚一打开 几只巨型蚂蚁跳了出来 迅速帮几人解开了神分 随后斯科特控制住艾娃 夺回了实验室 几人进入实验室 抓紧时间搭建设备准备拯救珍妮 霍普插入稳定器 一切准备就绪后 皮姆按下按钮 隧道缓缓转动 但由于向量输错 隧道又停止了运转 在两人惊慌失措时 霍普的母亲珍妮 突然附身斯科特 一顿操作给他们修正了数据 最后成功定位了 自己在量子领域的位置 就当众人准备去解救珍妮时 斯科特突然接到 路易斯的电话 原来就在刚刚 桑尼带着手下 找到了斯科特的公司 威胁路易斯 将三人的位置说了出来 潜伏在一旁的艾娃 也得知了消息 所以现在斯科特 几人十分危险 并且FBI也正要去他家 看他在不在 于是两人又立刻关闭通道 斯科特借走了 一人战营 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此时探员5 已经带手下 闯进了斯科特家 多亏女儿挡在他们前面 帮斯科特拖延了一段时间 最后他才能瞒天过海 但皮姆博士这边 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们刚缩小大楼 就被FBI抓了个现场 妇女两被带到警局 探员走后 霍普从嘴里吐出发架 给皮姆打开了手铐 两人正打算 搏一搏逃出去 这时黄蜂女的 战衣凭空出现 原来是斯科特赶来救援 还给皮姆 准备了探员服装 于是他们就这样 光明正大的走了出来 好在皮姆 在实验室里留了一手 成群的飞翼 组成了一个巨大箭头 指向实验室的位置 他们跟随飞翼 找到了实验室 在进入大楼前 斯科特还找来了一个帮手 实验室内 比尔刚启动量子隧道 电源就突然关闭了 他蹲下去一看 原来是被蚂蚁大军 拔掉了电源 于是艾娃出来寻找他们 根据地上蚂蚁的路线 找到了斯科特 立刻就给予他沉重密集 斯科特本想缩小 但战衣调节器又出现了故障 被艾娃追着一顿痛 与此同时皮姆进入实验室内 让蚂蚁控制住了比尔 穿上专属战衣 他要亲自救出真妮 坐进飞船 按下按钮 迅速缩小到了亚原子级 进入了量子领域 这时蚂蚁按下遥控器 整座大楼瞬间缩小 路易斯抱着实验室 坐上了霍普的车 眼看声东击西的计谋得偿 斯科特也缩小逃走 但半路上 桑尼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 于是霍普立刻掉头 和桑尼的车队展开了追逐 一辆小车在路上飞驰 来到大车底下 霍普启动条件按钮 瞬间复原 第一代蚁人驾驶飞船 来到了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看到了几只巨大的水雄船 随后飞船较准位置 前往了更小的量子里 此时斯科特回到了车内 黄蜂女则负责狙击追兵 结果不小心误上了老爷子的车 这时艾娃半路赶来 一个帅气的飞踢抢走了 霍普捡起脚下的弯拳 朝着追兵扔了出去 这时艾娃追了上台 她一个空翻钻进车内 一脚踢飞霍普 然后抢走了实验室 跳到了另一辆拖车上 从司机手中抢走了方向盘 黄蜂女缩小进入车内 和她争夺起来 斯科特见状赶紧前去支援 她趴在雨刷器上 结果战衣调节器被摩擦弄坏 让她瞬间变大 一拳打赢了艾娃 紧随其后的桑尼一个追吻 坐收鱼翁之力 这时斯科特的战衣又自动变大 她拦下了失控的拖车 然后划着拖车朝桑尼追去 桑尼等人看着窗外的奥特曼 都惊呆了 手下探出来想朝她开枪 然后被她一脚踹飞 而桑尼抱着实验室逃进了小箱子 来到了码头 斯科特赶紧朝码头跑去 发现她已经上了船 这时控制器又恢复了正常 她赶紧呼叫飞椅 结果全被海鸥吞掉了 来一个吞椅 好不容易费来一个信任 结果半路上又遭到了海鸥的袭击 这时巨型斯科特从水底冒出 他刚回到岸边放下实验室 但很快面罩氧气不足晕倒在了水里 霍普让路易斯看好实验室 自己前去营救斯科特 进入量子领域后的皮姆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找到了消失几十年的妻子珍妮 但外面的艾娃抢走了遥控器 直接启动了实验室 一座大楼拔地而起 艾娃进入实验室准备抽取量子能量 比尔认为应该相信皮姆 于是前来阻止艾娃 但被她一下甩了 她坚信只有这一个方法能救自己 量子能量不断汇入实验室 此时飞船里的珍妮也出现一场 好在斯科特两人及时赶来 拔掉了电源 愤怒的艾娃直接和两人开打 这时皮姆的飞船回到碎里 斯科特在最后一刻便大护住了破 母女时隔多年终于重新见面 随后她走上前抚摸艾娃的脸颊 稳定了艾娃的分子结构 让她恢复了正常 原来在量子领域里 珍妮的身体获得了净化 拥有了这种能力 探员看到电视上的巨型蜀人 赶来抓捕斯科特等人 但最后被斯科特用空壳瞒天过海 当探员无赶到斯科特家 发现她正在家打架子 两年软禁期限已到 最后探员只能无奈将她解禁 本以为是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但影片最后 珍妮和皮姆修建了一个小型量子碎片 为了给艾娃治病 斯科特拿上装置 再次进入量子领域 打开瓶子收集量子能量 但当她收集完准备返回时 突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外面的一家三口已经化为了鸡粉 蚁人就这样被困在了量子领域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下次见